在村里花一个亿盖房子 你说福建人得多有钱 如果你去过福建的农村 绝对会颠覆人生观呢 有句话叫中国别墅看福建 福建别墅看农村 福建人在国内海外的生意遍地开花 赚了钱回家就要盖别墅 福建农村很多房子盖十几层 在电梯花园像欧式城堡一样 动辄就得花费上亿 这种楼房装修也极其豪华 一个大门八十万 庭院里一棵景观树都要上百万 难怪当地人盖个五六层楼房的 都得自炒 那盖的是平房 有网友说福建没有一线城市 但绝对有一线农村 福建人到底有多富 咱们看看数据就知道了 全球华人富豪榜 一百强当中福建人占了二十三个 台湾富豪榜前十里边就有八个福建人 新加坡富豪榜前十里边也有八个 马来西亚富豪榜前十里边有七个 菲律宾富豪榜前十里边也有七个 中国五千万海外华侨 福建就有一千八百万 分布在全球一百六十多个国家里边 像柬埔寨 百分之四的福建人控制了当地 百分之六十四的经济 可以说只要是能淘金的地方 就永远不会缺少福建人 不仅如此 在最新出逐的2020年 中国省市人均GDP排行里面 福建已经超过浙江天津 越居全国第四了 要知道从建国开始 福建的经济和投资基础建设 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省份 真的是从人均GDP垫底 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那福建人是怎么逆势翻盘 后来俱畅变得这么有钱 首先说交通要想赴先修路 福建是普铁时代的落后者 但却是高铁时代的领跑者 福建是唯一一个 每个城市都通高铁的省份 要知道福建的山地丘陵 占了90% 曾经可是有闽道南 更难于蜀道的说法 但你看看现在 福建84个县区全部实现 15分钟上高速 高速公路密度 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其次福建并不像传说中的 贫富差距那么大 2020年福建省最穷的南平 人均GDP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这两年福建在基础的建设中 已经可以很好的照顾到偏远地区 真的是全员发展 谁也没有拖后腿 还有福建人最不缺的 就是商业头脑 很多福建人创业的品牌 已经渗透到咱们 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了 就算你不知道创始人是谁 但也绝对能耳熟能详 点外卖的美团 老板王星 福建的 短视频的某音 老板张一鸣 福建的 买东西的永辉超市 老板张松轩 福建的 屁图的美图秀秀 老板蔡文胜 福建的 你做运动的时候 头上戴着匹克的发带 身上穿的是安踏运动服 腰上是贵人鸟的腰包 腿上是361多的裤子 脚上是特布的鞋 没错 这全都是福建人的品牌 还有更家喻户晓的沙线小市 全国将近10万家店了 一年营业额500多亿 开到全世界60多个国家 带动了30多万人就业 这是福建人所有的品牌 也是中国小餐饮的一块招牌 福建品牌几乎包含了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能把小物件做成大生意 还卖到全世界 这是福建人才有的能耐 福建人特别拼 可以一个人开公司 自己做老板 自己跟单 当业务员 送货员 自己赚钱 自己开支 自己管理 这个时候跟客户喝酒 下个小时 可能就在送货的路上了 福建人能吃苦 可以给客人住酒店 自己住地下室 可以请客人吃海鲜 自己吃大排档 什么都肯干 吃苦耐劳 敢拼敢闯 福建人骨子里有骨 不舒服的精神 敢双手一片江 身无分纹背井离乡 敢上京城 也敢下南洋 不混出个人样 就绝不回乡拜爹娘 有人说 你永远付不过一个福建人 那是因为 你永远努力不过一个福建人 福建人不认命 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大拼 敢拼会赢 就是福建人的标签 也是他们赚钱的法宝 很多人说 赚不到钱 是因为找不到好项目 其实任何项目想做好 都有一点必须靠自己 那就是像福建人一样 努力 勇敢 坚持 拼搏 这才是赚钱最关键的支撑法宝 风格开项目 不搁韭菜 不赚黑心钱